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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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好吃 里面的肉全部进味了 而且那个饼真的也很香 走的这一天 我们来到了一家这边 非常特色的面馆 酒厂黄文姜牛肉拉面 这家生意真的是超级好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吃一下 属于外地人都会专门跑过来吃的那种 小店不大 但是量呢非常大 只分小碗和大碗 女孩子建议两个人吃一小碗就足够了 这边的拌牛肉也不是说说而已啊 真的超级好吃 是不一样的牛肉味 吃起来不像牛肉 但又很香满嘴流油的那种 非常值得尝试 这家店是无锡当地人带我们去吃的 在网上是搜不到的哦 都是本地人会去吃的 属于地地道道的无锡菜 我前面说啤酒有多好吃 那无锡大概就是双倍吧 我个人主要给大家推荐三道 第一道是这个腌竹鲜 里边是咸肉 笋 还有豆腐皮做成的 反正味道特别鲜 第二道呢 是太湖三白 是和鲜的一道菜 由白鱼白虾和银鱼组成的 每一个都非常的鲜嫩 而且味道是比较清淡的 那第三个呢 好像是叫无锡老三样 是由百叶包 蛋饺 还有筋腮肉组成的 每个里边都是有不同的肉馅 但是味道都不一样 而且特别好吃 也很鲜嫩 据说还有一家叫小峰的店 但是因为跨年当天人太多 我们没有定到 那家店也比较好吃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这是一家大概在无锡 五十米就能找到的一家店 别看它店多 但是真的也很好吃 大家去尝一下 新年快乐 耶 新年快乐 视频的最后 就以这样的新年祝福结束吧 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 反正2023过去都过去了 希望在未来的2024 你能过得更好 被爱 发财 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了 2024的篇章 我们明天再见 福祉帅 我们来这里 我们来亏